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复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557期 我们今天的话还是给大家做传承系列的 Amanda Universe Starscream 舰队或者叫做微型传说的天王星 说起来传承系列也是非常心肠很狠 我到现在才意识过来 它似乎将变形金刚过去许多系列的卡通 通通都揉在了这个产线里头 那可以说是把所有的人气角色 几乎是要一网打尽的出了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成功 它比方说像这款微型传说的Starscream的话 我可能过去对它并不熟悉 那你可能因为看到玩具觉得 好像玩具不管好或不好 你都有可能因为这样去重新重温舰队 或者是微型传说 那这样一来的话 又收割了一波 不管多还是少了 至少它突破了零 零的这一块 就是会有更多的Fence 或者是说有更多的老粉 但本来没有落这个坑的 跑去看这部动画 所以它是非常成功的一步棋了 那早先的话 在2014年左右 一晃 居然是308年前了吧 我有做过这款是IDW时代的 也是这个Starscream 两个其实同一个人物 那颜色稍稍有点不同 应该是左边红色这个 应该是比较接近动画片 那它在日版的 在这个同一时期 它的日版的玩具是蓝色红脸 其实蓝色红脸的话 是后期的时候呢 Starscream已经算是有点洗白的时候 的一个新的一个配色 那我们估计吧 这一款红色的版本呢 也极有可能会推出蓝色的配色版本 那早年这款玩具的话呢 我给大家评价是非常是OK的 那两个的话呢 身形变形可以说几乎是完全一样 连玩法也很接近 但是说实在话 旧版的IDW的Deluxe等级的话呢 玩法可能还比它多一点 首先它的武器是有两把 相同造型的透明武器 那这透明武器的话呢 把它拿下来的话 它是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反折 反折之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扣在翅膀的后面 这一点的话呢 是IDW的这个版本 好过新的这个模具的一个优点 它的武器呢 是没有办法收纳 再来是它的这个武器的话呢 是可以往上面抬起来 到这里 但是呢 它的话呢 还有附带发射的子弹 后面这个透明武器 你往前推的话呢 它的子弹呢 是会弹射出去的啊 那这个子弹的话呢 我至今还是好好的把它给保存着的 那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以玩法来说 这一款的Voyce Class 反而的 它的这个后面这个炮的这个部分呢 如果你要往上抬的话呢 是抬起来 那这整个部件会一块抬起来 那我顺便提一下啊 这个抬起来之后啊 到这边之后 这块部件往下面折 它反而能够把这个红色的凸 跟这个凹去扣起来 也就是说呢 它的这个炮呢 平行在肩上呢 反而是它正确的一个变形的一个形态 这才是它正常应该有的变形的一个样子啊 是如此这一般的 那我们这款的话 也就把它做一样的一个摆法 好来这个子弹 可以推进去啊 好可以好 推进去了 这个啊 这才是它正确的一个人物的一个形态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它的武器的部分 它的武器的星辰剑 这一把是星辰剑啊 做的 应该说配星辰剑是比较正确 因为它确实是有这把武器留到 留到了最后 而且它是把星辰剑的造型还不赖 那并不像动画片里头 还是旧的玩具啊 它是好像是三个minicon组合合成 它直接是一块塑胶给我们而已 那造型我觉得真的是还挺好看 那这两侧的造型是有所不同的 但它非常可惜 它就是不能够像这个版本啊 能够折叠起来收到后面 那另外的附带是这把兵器啊 那我本来以为会有一对 它其实只有一只而已 那确实在动画片里头好像也是只有一边有吧 那它这一款Voyage Class的身高 比Deluxe等级当然是高上很多 那身上的一个这个 原本这个后面的这个空洞啊 因为我有这一款玩具嘛 所以我一直很担心这一款天王星会不会拿到之后呢 后面是空的 诶索性并没有啊 幸好它这个该填补的地方呢 都有把它补起来了 那造型的话呢 如果说没有看过动画片的人 你可能会觉得说哇这好像是有男子膝盖啊 这么一大截就直接垂着看到膝盖了 真是的啊 又羡慕而且是红色的 那这个其实动画片里头 它的造型就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去嫌说 它这个下下这个前半部的下体太长了啊 那它的但是这个玩具的话就是说 这个造型摆这样是稍稍有点怪的 但是呢你如果要把它给放下来 就是这个锁扣要解开 但是这样一来它后面又没有得锁紧 所以这稍微有点两难有点两难 然后这个如果我没有记住 是不是这个武器 这个肚子是不是应该把它给塞进去 我看一下 哎不对你看 它这道说明书的放法的话呢 它的这两侧 这两片翅膀是要靠进去而已 但是它明明这里两侧有两个凹槽 这样扣进去 好像算了也没有比较稳 反而总之总而言之呢 这个这个这么长的这第三条腿 确实是一个很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那它的狂派的标志呢在后面 然后翅膀的话 相较于IDW版本好像比较大一些 那整体来说身上的可动也算是比较好的 头雕好看 那眼部的话呢是涂装 并不是就那个IDW版本的一个透明部件 手臂的话呢平举 然后往外扩啊也是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 旧的IDW版本是有一个过渡 这款反而是没有 那手肘啊转啊转超过于 这个手肘可以转超过于90度 二头肌也可以转动啊 拳头的话呢不能转比较可惜啊 然后脚前后左右踢啊 侧踢都有了 接地什么都有 那么呢膝盖的话呢 因为有这个很大的翅膀的关系 所以跪姿的话呢 反而是比较容易 因为你比较容易去碰到一个一个地面 这反而是一个加分点啊 那整体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最让人恼火的就是这个红色的凸啊 跟这个洞 你印第安人果然是制服不了黑人啊 还是感觉还是没有办法很很 我的意思是说呢 这个黑人可以选上美国总统 但是红印第安人没有选过美国总统 我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扣扣扣扣扣上去啊 但是我总觉得扣的不是不是很紧啊 不是很紧啊 好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舰队天王星的 运行过程 首先的话呢 拳头先收进去吧 这个是属于前置的工作了 收进去 那后面这个部件的话呢 把它给打开 然后肚子前面的这个飞机队部分往上面提上来 提上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头的话呢 是从这个地方 你只要顺势地把它往前压就可以了 往前面压下去 这个部件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我记得是往前面 按下去是吧 对 先把它整个给打平 然后的话呢 头给往下压 头往下压之后的话呢 这前面这块部件会有点凹下去 没关系 你把这个飞机头再折下去 再往上面提起来 啊 这样它就会到一个水平的一个高度 那么它的一个头啊 就是保持这个形象就行了 再我们先变形它的腿 它的腿是这个样子啊 它的后方的这个部件 挑起来的话呢 其实有一点难 如果你没有指甲的话呢 我是建议用道具把它抠起来 那我刚开始拿到的时候 我吓一跳 我说哇操 不是吧 错见了吗 为什么两个都在同一边 其实它并不是错见了啊 那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腿呢 转到这个方向 为什么转这个方向呢 我们把它往前面转进去 我们要的目的呢 就是把这个翅膀的话呢 是朝外侧 然后它的这个地方是有个空洞在这里啊 我们把这个鞋尖放到这个空洞里头去 把它给塞进去 到这边 到这里把它给塞进去 那另外一侧的话呢 也是一样转到这里 鞋尖到这 然后把它给塞到 这个空洞里头 再来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的话 我们刚刚 我们说两侧同一边的这个组合的这个位点的话呢 就会到这边 刚好可以扣上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里头有一个红色的凸啊 就是跟这里 也有一个凹 就把它给扣在一起 看不到 你就是凭感觉去把它扣上去 这个头记得把它压下去 这个部件提上来 头再转上去啊 这个地方就并行完成了 再来把翅膀的部分呢 给打平 到这 那手的话 它是一个双动关节 首先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肩膀的话呢 跟肩膀跟这个机翼啊 这里拼揍起来 那手其实就是往后面 这里折起来之后 两边结合在 没有结合点 就扣在一起之后 往后推 它这里面的话 是有一个红色的凸啊 它要扣进这个凹槽里头 不是很明显 我建议是上下这样捏着 这样一捏 它基本上就扣上去了 那么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 就两手这个地方一定是 小臂跟大臂 是贴在一起的 然后肩膀的话呢 跟这个翅膀 这个地方 一定 位置的话呢 一定要拼队 到这边 拼堵拼队了 这个地方 顺势地往上面提上去就可以了 好 那么呢 这一款这个舰队 天王星的变形过程呢 基本上 就算是变形完成 然后 因为它这个附带的武器啊 是两把 一个是扣在 这里 那么另外一把的话呢 就是扣在这 这个是官图上面给的一个形象 我们把它给 先简单给各位扣一下 比较难看啊 比较难看 那我自己的话呢 是 如果是这个新陈剑的话 如果你愿意的话吧 它其实可以扣在这里 因为这里刚好有个卡扣 而且你可以不用往前面延伸 你可以往后延伸 然后它的一个 这个地方 我就把它扣上去 扣上去 到这边 这个长度的话呢 是刚刚好啊 刚刚好 而且呢 可以把它抵住 这个地方 位置又跑掉了 我们把它顶上了 到这边 好 这个头啊 这一块容易凹下去 也有凹下去了 这里 好 那我们把这个武器的话 赶紧扣到这吧 扣上去 好 这个 那另外一边的武器的话呢 就真的是 没有得扣了 那我是觉得 扣在机翼下方的话呢 是比较 比较难看的 我就尽量把它藏起来吧 藏到另外一侧 这可能是 它的一个飞机型来下 比较好看的一个 一个搭载 那由于是一个外星载具吧 就也挑剔的话 也比较挑剔的代表 玩具本身还蛮沉的 塑胶也挺厚 那我们对比一下 先前这个 我觉得这一集 好像大家会回头去追这个 IDW这个Deluxe等级的话呢 除了体型比较小之外 其实我觉得它各方面的话呢 其实都比这一块 传承系列的 要来的优秀 首先的话 它的底盘是有起落架的 一 二 三 它有三处的起落架 而我们这一款的话呢 则是没有 真的下方是整个是空的 并没有任何的 一个起落架 但是你平放的话是 也还好了 是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驾驶舱的话 旧的版本也是有 透明部件 然后它是没有 是一个涂装 那么呢 上面这个炮的话呢 它是可以翻到前面来 好 但是呢 旧的这款就不行了 这个它已经没有得翻折了 这个是 可能如果你要说火炮 有一个 另外一种 变形 另外一种呈现方式的话 可能是 新款 唯一赢过旧款的地方 那翻到底盘 我们可以看到它 手部的 收纳方式 新的版本的话呢 手的话是做了一个折叠 旧的版本是直接 往后面 直接只扣一个地方 就把它给完事了 那 总体来说 总体来说 如果说你行有余力的话 我反而会推荐你 回头去追这款 如果你喜欢这个人物的话 或喜欢这款玩具的 这个变形方式的话 其实这个 完全不输给这款 不会去夸扫 那这个的话 则是可能体型比较大 那份量也稍微 稍微的扎实一点 稍微的扎实一点 那更重要的是 可能它现在很容易 就可以买得到 那这一期的话呢 就是给大家分享 这一款传承系列的 一个Amanda Universe Star Swing 那就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